各位避震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一不下bb》不是讲眼前的松下S1 而是讲可以用在这台相机上的一个转接环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世马的MC21转接环 可以看到上面写着佳能EF口到L卡口的一个转接环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转接环 我们就可以把佳能EF卡口的镜头转到松下L卡口的全画幅微单上使用 或者是莱卡的L卡口的全画幅微单 其实世马很早有推出过这个MC11的一个转接环 这个是佳能EF到索尼E卡口的一个转接环 其实我最早在B站上发节目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接环 那么经过了这三年的发展 当初世马发布这个转接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因为索尼的微单的相机出来也没多长时间 所以镜头群也比较少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转接环 你就可以在索尼的机身上使用很多很棒的 世马的EF卡口的镜头 或者是佳能原厂的镜头 虽然说当时的对焦的性能比较差 那么随着后来慢慢固件提升 包括A7-3的发布 那么使用MC11转接环 转接一些佳能卡口的镜头 使用起来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松下的这个SE微单 大家都知道也是发布了没多久 包括这回随SE一起发布的镜头 也没有几颗 就24105 还有个7200F4 还有51.4 之前我也出过节目 所以其实可用的镜头并不是很多 当然你非要算上来卡的那些 非常贵的L卡口的镜头 那你有钱的话你可以去买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一个刚刚新出来的相机的卡口 都会面临镜头群匮乏的一个情景 那么试码的这个MC21的转接环 其实它的这个目的是 跟MC11的转接环是一样的 通过这样的转接环 你就可以使用很多EF卡口的镜头 到L卡口的相机上 那我拿到这个转接环 这几天也做了一些拍摄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聊一下 使用这个转接环的一个感受 那转接环其实就很简单了 就是你这边如果有一个 比如说像试码的这个 24105F4 是个EF卡口的镜头 这边转上 这边就可以转接到 送下SE上面了 可以看到 大家看一下开机以后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可以正常对焦的 但是很可惜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对焦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所以呢 我在外面拍摄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 送下的这个DFD对焦系统 其实是非常快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使用原厂的镜头 它对焦速度怎么样 对吧 对焦速度非常快 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 使用这样的一个转接环呢 只能说是 它有单次对焦可以用 但是呢 就是对焦速度不是很快 你不能够使用这个组合 去完成任何 比较紧张的活动拍摄啊 或者是对对焦速度 要求比较高的一些题材 那么你就平时 慢慢用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的话 即使我们拨到AFC 它告诉你 需要转到AFS 也就是说它不支持连续对焦 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尴尬了 这些也是没有连续对焦 然后我们再拨到这个视频拍摄模式 OK 在视频拍摄模式下 你可以看到 我调整AFC 也是需要告诉你转到AFS 也就是说 它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也只有单次对焦 而且对焦速度比较慢 那我在外面拍摄视频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用单次对焦啊 只能使用手动对焦 所以在你使用手动对焦的时候 它是可以放大画面的 也就是说基本的这种 对焦辅助的支持 都是可以有的 你可以看到有峰值对焦啊 什么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防抖啊 右边这边有个Body 也就是说呢 即使说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戴OS的光学防抖的镜头 我把它给打开的时候 它也只能够支持机身防抖 而不能支持松下的这个双重的防抖 如果我把这个开关关掉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防抖是没有办法关掉的 它还是一直开着 所以说它这个防抖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支持 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尴尬了 这是完全没有什么好讲 不过这个转接环 毕竟它出现的话 还是有它的意义的 比如说松下SE 在拍摄4K30帧和60帧的时候 它有一个剪裁嘛 如果你使用全画幅镜头的话 它就会视野不够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 像尸码1635这样的一个APS-C画幅的镜头 那我们现在转接上 这个就是尸码的18-35F1.8的APS-C画幅的镜头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这边拍摄4K60帧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画面是没有动的 为什么呢 这个视频图像区域呢 你会发现它现在是被限制到了APS-C画幅的区域 即使你把这个视频拍摄 变成4K30帧或者是1080P60帧 这边也是没有办法选择全画幅的 非常非常的坑啊 或者是你也可以使用 像这种非常便宜的佳能的饼干的镜头 比如说40 2.8STM 这个镜头大概400多块钱吧 那你如果想要一些比较便宜的镜头的话 通过这个转接环的话 你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对焦的工作 也是非常正常的 主要就是不是非常快就是了 好 所以呢 这个转接环呢 真的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只有单次对焦能用 但是单次对焦非常的慢啊 连续对焦没有 视频连续对焦也没有 防抖的话 只能用机身防抖 然后如果你用这种APS-C画幅的镜头的话 它又会强制限制你到APS-C画幅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试码的18的35 它其实是可以在全画幅 它的相场其实是可以覆盖全画幅范围嘛 所以又不能当做一个全画幅镜头用啊 所以呢 这期节目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啊 就是可能之后 试码会更新新的固件 然后让它支持更多的 比如说连续对焦 或者是更快的对焦速度 但是呢 现在现阶段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买了SE这台相机 但是你又觉得没有什么镜头用 又想用其他的镜头的话 现阶段哈 MAC21这个转接环呢